最新消息 台北美国学校日前遭到网路po文威胁要开枪扫射 而校方昨天停课一天 北市警方大阵仗带枪到校来站港维护安全 而警方初步调查怀疑骇客是利用跳板的程式 登陆盗用美国学校14岁书信学生社群软体的账号发出恐吓的讯息 发行的IP位置至少骗及了美国 埃及跟印度等三个国家 辖区的士林分局立刻是增派了警力来密切的巡逻 每天至少30名的警力在学校周围警戒围棋五天将是情况来体证